在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會用雨雪來幫我們計算中線長 我第一次看到這公式的時候 也覺得蠻興奮的 我真的是有點興奮 我國中只會畫中線 我們現在還可以度量它有多長 這公式第一眼在我看的時候 就是很神奇 但是也覺得很複雜 所以無法接受 怎麼會長得這麼奇怪 那這公式事實上不是我記下的 這是我wikipedia 查出來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去記這個中線公式 那這公式 要去記它 那你要知道它 它就知道這公式其實是從這個關係來的 這個關係來的 就是說現在這裡有一個三角形 這兩個都一樣 那這裡就是有A有V 那A平加V平會等於 兩倍的S平加Y平 從這裡好像有點難看 那我們從這裡就比較好看了 就是說 如果今天它是個等腰 A等V的時候 等腰的時候會造成這裡是直角 我們很自然的會有 V平等S平加Y平 A平等S平加Y平 所以A平加B平 當然就是兩個S平加Y平 這件事情 在等腰的時候 它是對的 但 令人感到 振奮的部分就是 在非等腰的時候 這件事情也會是正確的 就是說 這兩個腳不一樣大 竟然B平加A平也會等S平加Y平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是 並不是公式怎麼算 並不是中線怎麼計算 如果你們老師跟你們講 大學會有用 那你要知道 這句句話 有很高的可能性 是有問題的 要質疑的 實際上我從 我唸大學唸碩士唸到博士 我從來沒有去算過中線 我覺得真正有需要計算的時候 也不會拿這公式來算 現在都是有一些電腦工具 例如這裡就是 這工具我這樣就可以 我這樣拉一拉 你這種小數點 我這樣 都可以算出這個值有多少了 所以我們並不是要知道這公式長怎樣 我們是要知道 為何 為何這個 有這樣的關係 有這樣的關係可以算 好 那我們再來回到剛剛的 剛剛我們是說 在那個 直角的時候 V平等S平加Y平 可是如果不是直角 例如說這個角是 頓角的時候 這個頓角的時候就會讓這V檔 讓這V拉長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會有V平 就應該要比怎樣 比X平加Y平還要大了 所以V平 就會等於 X平加Y平 減掉2XY cosα 就是利用余弦定理 但是 剛剛不是說 剛剛不是說 V平應該比X平加Y平還大了 為什麼這裡減的 為什麼這裡減的呢 因為 我們現在α怎樣 α現在是一個 是一個頓角 在α是頓角的時候 cosα 是讓是負的 所以會造成這裡負負得正 所以會讓這裡 會比X平加Y平 再加上一個東西 V平比較大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看DBC這三角形 這時候就會有 A平 會等於 X平加Y平 減掉2XY cosβ 這時候就會比它稍微 比X平加Y平 稍微小一點點 這裡大一點點 所以整個事情 最神奇的部分 是這裡大的 跟這裡小的 竟然可以抵消 竟然可以抵消 這裡不一樣啊 不一樣怎麼抵消 因為α跟β有一些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α跟β有什麼樣的關係存在呢 因為α α加上β 它事實上是180度 是互補 互補的兩個角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或是當委員 這兩個角 如果是互為互補 如果這裡是β 這裡是α 那這個點就叫做cosα sinα 這個點就叫做cosβ sinβ 這兩個點 因為這裡互補 β是搬過來 這裡剛好會增加180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兩個點 它們的Y是一樣 但X差負好 所以在互補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cosα 等於 這件事情 是重要的 我們再次的複習它 好不好 所以以前一直在玩那個 變來變去遊戲 在這裡終於派商用場了 這是令人值得高興的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把這兩個式式 這是第一式 這是第二式 如果1加2 那我們就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A平加B平 這裡就兩組的 兩組的S平加Y平 那減掉2xy提出來 這是cosα加上cosβ 那因為這裡的關係 我們就會有怎樣 我們就有這一項是0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樣的關係式了 所以這件事情在 在那個非等邀的時候也是對 這是令人興奮的 令人更興奮的是 它的理由其實很簡單 我們回顧笑 我們剛剛用到 拿兩件事情來說明它 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利用 利用余弦定理 用兩次余弦定理 第二個關鍵點 就是利用到 互補的cos值會相差負號 這只是結合這兩個概念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樣簡潔的式子 那第三個 我覺得要去欣賞這個式子 這個是一個媒 就是媒 它是一個對稱之媒 這瓶加這瓶 剛好會等於兩個 這等於其實就是 這個右邊三角 左邊三角 只是一多一減就會抵消掉 那我們很快套個式子 來計算一下了 就是說 例如我們現在這裡有一個例子 對 我們在例底 就是說如果今天是 A等於5 B等於7 Y等於3 這三邊剛好是 5、6、7、6三角形 這時候該怎麼算 那就是 5平加7平 就等於兩個 3平加X平 5平 那我們把它移一下 就變成 X平加9 就等於2分之 25 加上49 就等於那個2分之 74等於37 所以我們最後就可以算出來 X就等於根號的37 減9 等於根號28 好 那看到根號28之後 養成個習慣 去估一下它大概多少 這東西大概是5點多 估多少的目的 就是讓我們來感受一下 這個答案合不合理 我們剛說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5 這裡是7 那這裡長了5點多 看起來 看起來有點合理 對 那如果你今天算 這裡算出來8的時候呢 就要注意到 其實 你 算錯了 對 因為這段 不可能比他們兩個長的還長 中線不可能太長 從圖形上當然可以看出來 那從公式裡面 也是可以看出這件事情 為什麼從公式裡面可以看出來 中線不可能比 兩邊大的還長 這個就讓大家再想一下 好 好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利用 互補得到這件事情 那 再想一下 其實互補這件事情 跟中線沒有關係 互補這件事情跟中線沒有關係 所以 今天如果這個點不是中線 例如像這裡是3公分2公分 不是高切一半 那 那這條線 是不是也可以算呢 好 那這是我們在下一講裡面 要分析這樣的問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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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